大家好,我是大亮 今天我就准备换车了 昨天去了我们湖北武汉最大的一个二手车市场 去看了一个坦克300 北京B40 还有哈佛H9 还有一个丰田霸道 很多人建议买丰田霸道啊 说在国外的话维修方便 但是我这边的话 不考虑丰田啊 因为那个车新车要五六十万 然后二手车太保值了 昨天那个车已经跑了13年 14年 还要27万 所以说丰田就不考虑了啊 我们还是买一个坦克300吧 然后昨天看到那几个坦克300 全部都我个人感觉太贵了 因为是21年的车 然后跑了3到5万公里 都要20万 所以也不考虑 然后前几天我在湖北恩师 看了一个坦克300 我感觉还可以 因为是只跑了五六个月 而且只跑了5800公里 我跟他把价格谈好了 是19万7千块钱 然后今天我去看一下车矿啊 如果说车矿还好 那就定了 因为确实 因为这个车矿啊 因为确实公里数比较少 很多人不建议买20车 其实我感觉像我们搞旅行自媒体的买20车还是可以的啊 因为因为我们一年要跑七八万公里 跑的少的话也要跑三四万公里 我感觉买新车是划不来的 然后太废车了啊 其实二手车车矿的话 只要车矿好没问题啊 我们现在就去看车啊 应该今天就可以定 出发吧 看一下就是这个坦克300 现在来这边检测一下 来朋友的4S店做一个检测 就是看一下车矿啊 可以啊 一点刮差都没有看到没有 还真是的 可以可以可以 刚才这个车检查了一下 没有任何问题啊 我找了第三方检测 包括查了维修保养记录 都是没有任何问题 然后刚才也去了4S店 把底盘升起来看一下 也是没有任何问题啊 这个车是去年八月份的车 然后跑了六千公里 然后19万七千块钱 那现在到了这边过户 过完户 然后再给钱 现在正在过户啊 老朋友们车子已经过户成功了啊 现在就准备开去黄岗 然后这边是车主啊 哥你哥啊 韩哥啊 好好好 一路受伤啊 好好好 再见啊 就从这里突出之后 然后前面掉头 对好好 那我打航直接 好好拜拜 很快啊 很快啊 基本上一个小时搞定的 但是昨天就是把这个车况全部都已经看过一次的 然后今天就直接去过户 然后刚才在这个4S店啊 也去帮忙检测了一觉啊 没问题 现在出发 滑车好好洗一下 太脏了 我 洗一下 呃 检测了啊 这个车没有越过野 也没有下个河 没问题 我这车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没问题啊 嗯 视线特别好 视线好 然后操纵也可以 操控也可以 看这个内饰特别的漂亮啊 提速也蛮快的 这个车 提速还可以啊 嗯 开到4个小时 这个坦克三百终于被我开回家了 嗯 到家了 来看一下后备箱 这个车前车主真的是特别爱惜啊 你看 这全部都已经包好了 那全包的 看一下前排 这个底盘还是有些高啊 上车得这样 把它拉住 看这按件 这按件这个膜都没撕呢 膜都没撕 看内饰真的是特别的好看的 顶棚也是啊 特别的干净啊 基本上跟新车没什么区别 啊 就这样的 说一下坦克三百的用车感受吧 这个车开起来 它确实是很好开 而且很舒服啊 其实动力也还可以 嗯 但是这个油耗啊是真高 之前有人说它油耗高 确实高 在高速上面达到一块钱一公里 可能在市区达到一块多吧 嗯 好在它确确实是一个越野车啊 之前很多老铁建议我买一个正儿八经的越野车 那我们这次买了 而且这个车况确实很不错啊 因为我之前买这些破烂车嘛 很多人说啊 说老是买这些破车来搞话题 那咱们这一次 我感觉我们这个坦克三百买的还可以 因为车况今天我们也去看了啊 确实车况很好 所以说我们这一次出行也是有一个保障啊 你像我的话 也是比较喜欢有挑战性的路线 而且喜欢去小众的一些地方 那这一次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啊 因为我们这个坦克三百 它是一个有三把锁的越野车 所以我们这一次没问题啊 太喜欢了 咱们话不多说啊 今天准备准备 然后明天我们就开始正式出发了 明天正式出发啊 先去把古一送到机场 然后我们就去南州接黑头 就这样的 好了 朋友们喜欢我大量的啊 点个赞 谢谢